弟兄姐妹早安 楼上弟兄姐妹早 感恩节过得不错 有没有吃火鸡 有啊 我是吃了好几次 因为我要到好几个小组去 感恩节我们知道都是感恩 大致的由来 我相信我们当中许多的人都知道 我也在这边简单的重复一下 感恩节呢 是一批在英国的清教徒 基督徒里面的 这个虔诚的一批清教徒 他们在英国呢 其实受到一些逼迫 那么他们呢 就在这个1620年的时候 就趁着五月花号来到了美洲这个大陆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当中也有许多的人这个去世 那在这个地方也饥寒交迫的 其实生活很艰难 那么他们其实是当时的新移民啊 那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呢 他们学会了这个怎么样子在这个地方生存 他们也种植玉米南瓜 那后来呢 就有了好的收成 那为了感谢这些印第安的帮助 那更是为了感谢上帝的这个供应 那么就有这个感恩节的这样的由来 那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觉得这个历史这个真实的事件里面 有三个因素在这中间啊 一个 基督徒虽然是蒙恩的一群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当中 我们仍然会受到逼迫的 同时呢 我们看到 这些人他们为着所发生的事情 他们就献上感恩 而且呢 是有一些彼此的帮助 彼此的感恩在里面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呢 其实是保罗 也是给当时的 腓立比的教会的门徒们 告诉他们 我们作为一群蒙恩的 蒙了神救赎恩典的 基督徒们 如何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把这个信仰活出来 如何在我们 每日的生活里面 把这个神的恩典 见证出来 把这个我们所领受的福音 见证出来 那我们的题目呢 是说 同心并且 甘心受苦 我们知道 这个腓立比书 在刚开始的时候 那保罗 为了腓立比 门徒们献上感谢 那接下来呢 保罗就是用自己的经历 来讲述 应当以福音为中心 那再接下来呢 保罗就是 对这些腓立比的 这些门徒们 提出来 福音的 要求 我们怎么样子 在生活中 在生活中活出福音来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从今天的 第一章27节 直到二章19节 这是一个要求 也是一个劝勉 那中间保罗 特别用 主耶稣基督 作为例子 作为榜样 说要学会谦卑和顺服 所以整个 今天是整个 劝勉的 第一部分 那我们来看这个 在这个 今天劝勉的 第一部分的 第一节里面 就讲到 只要你们 行事为人 与基督的 福音相称 其实这一句话 就是整个后面 劝勉的一个 总括性的概括 就是行事为人 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也就是说 我们日常的 生活的每一天 每一点 都要与福音相称 那在这个之前 保罗是用一个 叙述文的方式 来讲述自己经历的 但从27节开始呢 保罗在这个地方 用的语气 是一个命令语气 也就是说 这些劝勉 这些要求 是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当遵行的 虽然 腓立比书是给腓立比 当时的教会的徒们 但是这些要求 这些命令 是给我们 每一位基督徒的 那这个命令的 总括就是 你们行事为人 要与福音相称 也就是说 福音对人 是有要求的 我们知道 我们 福音是拯救我们 从罪恶中出来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记得很清楚 我们觉知的那一刻 同时 同时福音也在更新 改变我们的生命 而这个 是我们一生的经历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 那怎么样子 才能够 把这个福音 我们说 传扬出去 把这个福音 见证出来呢 那就是要在我们 日常的生活里面 把它活出来 那保罗也针对 当时 腓立比门徒 他们所处的处境 他们当时的一些状况 他特别提到 如何在生活当中 行事为人 与福音相称呢 他特别提到的一点 就是保罗说 你们行事为人 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叫我来见 或来见你们 或不在你们那里 也就是说保罗 他说或许 我从监牢里 被释放来见你们 或许不在你们那里 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 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 可以站立得稳 为所幸的福音 齐心努力 所以保罗在这地方 讲的一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说你们要 同有一个心智 那同有一个心智 也就是说 你们在灵里面 你们要合一 那在灵里面 要合一 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主耶稣 在被卖 被捕前的一天 被捕前的时候 那主耶稣 专门 为门徒们祷告 在那个祷告里面 有四次提到 门徒们要合一 所以可想而知 作为基督徒 门徒们 彼此之间的合一 是多么的重要 那在这地方提到 你们要同有一个心智 那也就是说 基督徒之间 彼此之间 有不同心的 那我们也想 要问一下 基督徒 都有同一位主 都领受同一位圣灵 那为什么 还不合一呢 主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我们的自我 当我们 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那我们的自私 就掌控我们的心思意念了 我们若是两个人 不同心 你一个家庭都搞不好 那十个人 你不同心 一个小组就搞不好 那我们国语堂 现在二百人左右 不同心 二百条心 这个事情怎么做 整个教会 就单单我们教会 上千人 如果一千人 怎么怎么做 那保罗提到 当以谁的心为心呢 我们难道是说 谁的声音大 我们就听谁的吗 还是谁的力气大 听谁的 不是 保罗说 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当我们每个基督徒 都以耶稣基督的心 为心的时候 这个才是一个心 而且这是唯一的办法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 我们从上下文 可以看到很明确 就是我们以福音为中心 以荣耀神为目的 那我们的生活方式 是怎么样呢 保罗在上下文里面 特别提到 就是要谦卑 要顺服 保罗在那个地方 接下来二章的地方 让我们明确地看到 不同心 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之一 就是因为 我们不谦卑 我们贪图 虚服的荣耀 我们看 自己比别人强 所以 保罗在这个地方 说你们要同有一个心志 大家也知道 如果我们 不同心的话 我们就分心了 分心了 你怎么还可以 说以 为福音为中心呢 不可能 你只有同心了 才能够齐心为福音 而且呢 当时 腓立比的门徒们 他们所面临的情况 保罗在后面也讲到 就跟他当时一样 是面临征战的 是有很大的逼迫的 你这时候 在逼迫之中 你怎么能够 站立得稳呢 你想想看 如果一支军队在外面打仗 彼此之间 不同心 还能打胜仗吗 一定打败仗 所以 只有同有一个心志 才能够站立得稳 才能够齐心为福音 因为我们知道 福音 是令我们 与神和好 当我们不能 彼此同心的时候 别人怎么知道 神在我们中间 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是说 你们彼此相爱 别人就知道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同心 才能够 齐心为福音 我们只有同心 才能够见证福音 同心 是行事为人 与福音相称的 一个行为 当时我们说 这些 菲律比门徒们 他们面对的 逼迫是什么呢 28节在这地方讲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鹤 这是证明 他们成人 你们得救 都是出于神 那我们要简单地讲一下 菲律比 那个城市呢 当时是罗马的一个殖民地 它是属于罗马的 所以菲律比这个地方呢 他们所有的居民 都是罗马帝国的公民 那其中相当的一部分人呢 是上一次战争 留下来的一群士兵 那在罗马时代的时候 当时是要求所有的人 忠于皇帝了 那同时呢 他们是把皇帝 当作神明一样来敬拜的 所以当福音 在这个地方传开的时候 那福音要求 也告诉人 只有一位是独一的真神 那这个时候 当然会有冲突 那这个时候 那些听了福音 就相信福音的人 他就成为 我们说跟随 跟随的门徒 那些不相信的呢 有些人 手中当然有权利 他当然会有逼迫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说 他们 不要怕敌人的威吓 也不要怕他们的 用各种各样的行为 来逼迫你们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 特别的强调 叫这些 菲利比的 门徒们 说 凡事 不要怕敌人的惊吓 因为 这件事情呢 这是 证明他们存人 也就是说 逼迫本身这件事情 因为当这些人 逼迫基督徒 也就是说 他们拒绝福音的时候 其实他们拒绝的 是从永生神来的救恩 因为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所以当一个人 拒绝福音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其实他们是在拒绝神 那这个时候 证明他们的成人 那在永恒之中 这些人其实 若是你不接受福音 你就是永远的灭亡 永远的成人 所以 从逼迫本身这件事情的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 那些逼迫的人 他们不接受福音 其实只是证明了 他们要成人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这些被逼迫的 肥比的门徒们呢 是一个什么样状况呢 保罗说 你们得救 是出于神 也就是说 这些人 他们被逼迫 为什么被逼迫 是因为福音的缘故 是因为他们相信了 耶稣基督的缘故 那在这个时候 保罗说 这个就证明你们是得救 为什么这么讲呢 主耶稣也讲过 福人不能大于主人 他们若逼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们 所以被逼迫 是基督徒的一个标志 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 所以基督徒一定会受到 这个世界的不欢迎 会受到逼迫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保罗说 证明他们存人 你们得救 都是出于神的 那在这个地方 保罗接下来在29节 这地方说 因为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幸福基督 并且要为他受苦 说我们蒙恩 得以幸福基督 那原意在那幸福 就是相信基督的意思 并要为他受苦 我们看到 这个相信和受苦 都是同一个恩典 你们蒙恩 这个蒙恩这件事情 本身就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基督 一个是我们为基督受苦 有的时候我们 非常强调 我们信主 决志的那一刻 那当然这样的强调没有错 因为那是我们重生的那一刻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 不够强调 或者说比较少的强调 是我们要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 我们的一生的生命的主权 要交出来 要让耶稣完全做主 若我们不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为什么看到 有许多的人信主 相当长的时间以后 生命没有改变 因为主权没有交 那若是我们 不讲为基督受苦 好像为基督受苦 是别人的事情一样 那这与圣经的教导不 这地方讲 我们蒙恩 相信基督 我们为主受苦 是同一件事 我们以为 为基督受苦 是历史上的事情 我们以为为基督受苦 而可能只是在非洲 亚洲 特别是中东的地方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 圣经的教导保罗在这里说 我们相信基督 并且为他受苦 都是恩典 我们在相信 耶稣基督的同时 我们也领受了 为基督受苦的恩典 这个基督恩典 也是呼召 基督徒为基督受苦 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 是我们的一项特权 只有基督徒 才会为基督受苦 非基督徒 不可能为基督受苦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这中间有中国的公民 你为中国这个国家 出力 受累 受苦 当兵 那这是你的一项 你是国民 你的一项特权 也是你的义务 而你是美国的公民 你为美国这个国家 你受苦 受累 这是你的一项特权 也是你的义务 你不是那个国家的国民 你想为他受苦 还不行呢 那我们是什么的国民呢 我们是天国的国民 是基督国度的国民 所以我们为基督受苦 是我们的特权 这个是神的恩典 你若不是国民 你还没有这个恩典来受苦 所以我们不要看错了 为基督受苦 是神的恩典 大家应该知道 为什么耶稣基督 在八福里面这么说 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的 因为为主受逼迫的是恩典 是有福的 你只有为主受苦 这个是我们的恩典 那保罗在这个地方这样子讲 一方面呢 是要告诉我们 基督徒为主受苦 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呢 保罗这样讲 对腓立比的门徒们 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因为当时 腓立比的门徒们 正在受苦 当他们知道 这个受苦 也是神所赐的 是恩典的时候 他们的信心 就建立起来了 这个兼顾了他们信心 所以保罗会在 第三章那边讲 他说 并且我晓得和他 也就是基督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事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所以这个是保罗 向腓立比的门徒们 所要传达的信息 那对于受苦 我还是想多强调几句 就是若是我们片面的 只强调 所谓的不全面的恩典 片面的强调祝福的话 我们不讲悔改 不讲责备 那我们很容易就走了 成功神学的道理 那这样的传讲 只是把其他宗教 所拜的偶像 换了个名字 叫耶稣 那即使我们什么都讲 大家也不是愿意 什么都听 是不是 若是我们对于 生命的改变不强调 对于为主受苦的事情 我们不提及 不强调的话 我们出来的基督徒 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呢 享受主义的基督徒 消费主义的基督徒 这样的基督徒 就是牢底家 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是结不出生命的果子的 该讲的都讲了 该听的都听了 但是若是我们 不在生活中活出来的话 不是把这个教导 真的活出来的话 最后也是 没有生命的果子的 所以我想再强调一次 为基督受苦 不是选修课 是必修课 当然我也澄清一下 我们说为基督受苦 不是说因为 我们做了坏事情 你犯法了 那个受苦 你理所当然的 那也不是说 我跟别人因着 关系搞不好 你们彼此之间这种 这个不是 保罗在这地方讲的是 为基督 为福音 甘心受苦 若是你做错了 你受苦 那是你当得的 这是我们今天 要讲的第一点 同心 甘心为主受苦 相信与受苦 都是恩典 那我们接下来 要讲今天的第二点 那保罗在这个地方 讲的时候 其实他知道 腓立比的门徒们的状况 因为腓立比教会 对于这样的信息 他们其实是 立即就要应用的 因为确确实实在 腓立比里面 有不同心的状况 所以保罗在第四章 第二节的时候 他说 我劝 有阿迪 寻都基都要在 主里同心 那在原文这个地方 寻都基前面 也有个 我劝 这个字 那保罗为什么 这样子来写呢 说我劝 有阿迪 我劝 寻都基都要在 主里同心呢 那在这个地方 两个人 不同心 有没有对错 我跟你说 没对错 只要在 主里 不同心 最后 受损的 都是主 所以保罗 我劝有阿迪 我劝寻都基 因为在保罗的心目中 他两个人 一个都不偏 他两个人 是一视同仁的 那保罗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一封信 是写给整个教会的 保罗敢于面对 实际存在的问题 在教会里面 其实是有不同心的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哪一个角落里面 都有不同心 只是我们教会 对待不同心的方式 与外面的世界不同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第一个信息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领受 第二个呢 我相信保罗敢于这么讲 有阿迪 寻都基 要在主里同心 其实他对这两个人 是有信心的 因为保罗 以前跟他们在一起过 同时呢 他提醒的是 这两位是说 要在主里面同心 为什么要在主里面同心 因为所有的人与人之间 不同心的分歧 若是在主里面 若是回到十字架面前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那些分歧 是这么的不重要 十字架得胜了死亡 十字架得胜了罪恶的捆绑 那彼此间的不同心 许多的时候 都是我们自我做了主了 是我们的内心的骄傲 我们的自大 所以保罗 也特别提到在前面 要谦卑 当我们每一个人 重新谦卑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与别人就可以和好 就可以同心了 那保罗这样子讲 当然保罗 是爱这两位同工的 保罗是爱教会 否则他不这样讲 当然保罗是爱记者 那第二个方面 保罗说 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二的 帮助这两个女人 因为她们在福音上 曾经与我一同劳苦 还有格力棉 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 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那在这个地方 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二的 到底这一位是哪一位呢 其实圣经没有讲 其实圣经在这地方 你看也没有讲 他们为什么不同情 那同父一二的 那许多解经家呢 是说 这个是可能是整个教会 当然也有一些解经家 认为这地方是某一个 当时菲律比教会的领袖 我想着 在这个地方 其实具体是哪一个 也不重要 但是当一封信写出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 是要叫人 派人送信的嘛 一定有一个收信的人 而这个人 我相信是教会的领袖 因为你想两个姐妹 不同心 全教会的人都去说 那不成麻烦了 一定是某一个人 但是呢 全教会 当他们和好的时候 都见证了 他们从不同心 到同心 这样一个事 而且保罗在这个地方 特别提出来 他们在宣扬福音上 是和我一同劳苦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保罗他不仅仅看到 这两个人的问题 也看到这两个人的优点 坦率说 有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某个人 缺点的时候 我们容易放大 那个人缺点 就觉得这个人看过去 怎么都不顺 其实呢 一个人他有优点 也有缺点 那更为重要的 保罗在这地方说 他们这些人 都是生命策上的人 也就是说 这些人 是在永恒国度里面 有份的人 他们有新的生命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说 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呢 是因为要帮助 他们活出来 这个新的生命 因为这些人 都是在永恒国度里头 在生命策上的人 所以保罗 要求教会 应当帮助 这两个人 活出新的生命来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经常讲 我们是什么阶段 是训练阶段 所以是为真的永恒 我们被操练 那今天的 我们中心思想就是 彼此同心 并且甘心为主受苦 才是与福音相称的 行事为人 我们彼此要同心 并且要有甘心为主受苦 才是与福音相称的 行事为人 我们讲应用 应用第一点 从不同心 到其心为福音 不同心肯定会有的 那第一个 我们就要正确面对 你想想看 菲利比教会 其实是非常好的教会 保罗对菲利比教会 是不停地感谢赞美的 但是即使像 菲利比教会 照样有不同心的事情 你说我们教会有没有 一定有了 没有一间教会 没有的 不用去 若是我们不能正确面对的话 其实呢 我们不能正确面对 我们其实不可能 真的有成长 真的有进度 我们不能装作看不见 我们敢于承认 不同心的事实 因为不同心本身 就是一个罪 那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薄义 所以说 只有当我们正确面对 当我们认罪的时候 那我们才是开始的第一步 因为福音 使人与神和好 福音使我们彼此和好 第二 要反思 不能同心的原因 我们前面讲到了 最主要的原因 是谦卑的问题 那 这些人 保罗说 他们原来是与我 在福音里面一同劳苦的 也就是说 这些人啊 跟保罗在一起的时候 好像不存在不同心的 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你与自己敬重的人在一起 是很少会产生不同心的 我想着这个 你观察一下 社会上的现象也差不多 一个人在公司里做事 他很少会跟CEO不同心嘛 你也看不到 他也很少会跟部下不同心 因为你认为比你低嘛 通常不同心在什么时候呢 同才之间同一层的时候 就会有不同心 我看有人点头啊 差不多啊 但是呢 我跟你说 一个人真正的特质 就是当你与同才的人 和你一起差不多的人 在一起的时候 才看出你的品格 你的特质了 我们观察自己 也要这么观察 我们观察别人 也可以这么观察 但是不是拿手指头去指 一个打篮球的人 一个拉小提琴的人 他们可以互相信他 两个打篮球的人 两个拉小提琴的 就不容易了啊 其实在教会的师奉也一样 恩赐相近的人 岗位相近的人 若是能彼此配搭 同心师奉 这就是真的见证主耶稣了 但是通常就在这个时候 会有不同心 我们要正确面对 但是我们要反思的原因 那保罗说 不能同心的根本原因 是我们不谦卑 是看自己比别人强 所以在这地方 我们看到是什么呢 同心不在于你说 不仅仅在于你说什么 因为说我们可以说得很好听 也不在于你做什么 因为做 你可以做表面的文章 保罗说 在于你内心怎么看 你怎么看自己 你怎么看别人 如果我们内心看自己比别人强 就陷在骄傲之大里面了 所以保罗说 你们个人要存心前卑 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们的心我们都知道 我们看别人是怎么样 我们看自己是怎么样 保罗如何能做到 看别人比自己强 容易吗 没人回答 看别人比自己强 不容易 这就对了 因为确实不容易 若是我们很容易看别人比自己强 保罗要这样交代吗 那我们如何来看别人比自己强 当在这个人身上 他有成长的潜力 我们就看到了神的恩典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人比我强 因为神对他有心理 神对他有恩典 所以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看 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 在这方面坦率说 我自己也有很多地方 是亏欠的 也需要不断成长 那我也恳求神 帮助我 更新我 让我更敏感地看到 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 你们的长处 你们的优点 你们从神而来的恩赐是什么 然后呢 我鼓励和你一起配搭 来建立教会 其实我跟所有的同工 无论是小组长们 无论是我们的officers 教会的这个call team里面同工 包括有些人 有抬头没有抬头的同工 我其实都讲了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留心 神在我们中间的作为 留心神带给你身边的人 留心神带给你身边的人的恩赐 用心栽培他们 因为 这些是神托付给我们的 把他们栽培成未来的领袖 留心神的作为 留心神带给你身边的人 留心他们的恩赐 所以同心 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能同心 我们一定要反思 因为有的时候啊 我问一些弟兄姐妹 请他们出来侍奉 他说我不 不不不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我侍奉过程里面 受到过伤害 那伤害大到他越不愿意说 所以凡事不同心的 我们要反思 因为若是我们不反思 不解决 那就会带来伤害 这个伤害 不仅仅伤害别人 也伤害自己 也伤害自己 所以坦率说 事奉中一定有冲突的 事奉中一定会 难免的会有冲突 但是我们朝前走 那保罗也是在第三点 我们说 我们要正确面对 要反思原因 而且呢 要合一 为了合一 齐心努力 我们知道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 其实是说 个人至少门牵血 莫管他人瓦上伤 哎呀 那个不要碰了 尤其是他们不同心 你再去碰 那不是添乱吗 但是基督徒的文化 不是这样讲 基督徒的文化说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当然 我们看到不和睦的时候 我们最起码要为他祷告 为他们祷告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也不是说 所有的人都要怎么样 而是说 你若是神有感动 你有智慧 你也是合适的人 你就成为那个和睦的人 这是我们要讲的应用第一点 第二点 受苦和逼迫 哇 这个 通常一讲这个 就不太招人喜欢 但是我不得不讲 因为圣经既然这么教导 我就得讲 首先我们要确定 受苦和逼迫 都是必修课 不是选修课 主耶稣讲 若逼迫了我 也要 你们也要受逼迫 主耶稣 也说 为一受逼迫的 是有福的 那保罗在 提摩带后书那边 讲到是什么呢 凡立志在基督里 尽且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 有没有例外 没有 那或许你要说 保罗的时代 与我们时代不同啊 那个时候 政府 他是抵挡福音的嘛 他所以要逼迫嘛 其实保罗被监禁 被鞭打 甚至 被杀 好像 这个社会 当时的情况 和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同 其实 真正抵挡的 福音的 本质都是一样的 是人心嘛 你再去看看 保罗为什么 受逼迫 受监禁 是因为 第一 他触动了那些人 贪财的心 第二 他要那些人 以自我为中心 转到以神为中心 这个是本质 因为福音要 要 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以自我为中心 本身就是罪 最后都是 要从自我为中心 到以神为中心 福音是让我们 从自我回向神 那今天的争战 是怎么样呢 其实也是一样 还是与人心在争战 没有变 都是与自私的心在争战 启示录 主耶稣告诉那七个教会 那个七个教会 不仅仅是当时的教会 是世上所有的教会 那地方提到什么呢 缺少起初的爱心 不冷不热的心 与社会的价值观 妥协的心 我们今天要争战的 还是这些 没有变 倘若我们从来 没有遇到过逼迫 那我不得不说 我们可能就是 长期的不冷不热 我们对有需要的关爱 我们硕士无睹 我们太过妥协了 这个世界追求的 就是我们追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给我们生活 带来不方便 我们就绕道而行了 因为我们不想被打扰到 我们不想任何事情 打扰到我们 安稳舒适的生活 这就是 为什么 我们从来不会遇到 那我在这边举个例子 大家思考一下 首先我想申明 我不是讲政治 更不是来辩论政治 选举结束了 没有政治 请问中东的难民 进入美国好不好 难民进入美国社会 会不会不安全 我说当然会 是不是 跟选举无关 也跟政治无关 但是我们思想 我们的思想在哪里 弟兄姐妹 我们的宣教士们 他们到那些 产生难民的国家 去宣传福音 请问他们知不知道 那地方不安全 知道吗 每一个人都点头 然而对他们来说 安全不安全固然重要 但是有比不安全更重要的 那就是无印 请记住 保罗曾经是逼迫 基督的人 我们的热心在哪里 我们的爱心在哪里 我们真的愿意为主受苦吗 我们为主受苦的心在哪里 最近的一两年 感谢神 不断地把新的移民 带到我们中间 光在2016年 就有30位 在我们当中 信主留下来的 没有留下来的 我们不算 坦率说 30个人 就像30个婴孩 一个婴孩需要几个人照顾 有的家庭是两个人 有的家庭四个人 我昨天去一个小组的聚会 几乎这里面都是 20个家庭 都是新移民 大多数都是刚刚幸福的 我大致数了一下 超过70个人 请问光靠那小组长 光靠银心 木道班的 热心的基兄姐妹 能行吗 基兄姐妹 我们的心在哪里 因为这些人 他是婴孩刚刚 在竹里面刚刚成长 很容易跌倒的 真的 我是看到 有些 因为夫妻双方 只有一方才信主 另外一方还不信 让我们放弃一点点 安稳舒适的生活 帮助他们 有的时候 弟兄姐妹说 传道啊 你在那个新人那边 花时间多了一些 因为 你是我也一样 那边 已经十几岁 二十几岁 长大成人了 这边是婴孩 福音要求 我们去使万民 做主的门徒 所以福音不是 等在安稳 舒适的空调房里面 是眼光向外 主动地去帮助别人 使人成长 成为主的门徒 我们的新移民 新信族的在哪 一家家 提摩泰 爱家 主要就是这三个小组 想想办法 怎么样帮助他们 我们感谢神 我们每次一家家 聚会的时候 有两个姐妹 哇 有时候像昨天 就要照顾三十个孩子 不容易 我与迎新的同工 有时候也一起讨论 就发现 新来的朋友 有几种情况 有的就是随便走进来的 我想今天都会有 这样的情况 那很多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刚信主的弟兄姐妹 他们领进来的 为什么 难道是因为 他们比我们更熟悉圣经吗 不是吧 我想他们刚刚经历了那种 得救的这种喜乐 他们对神起初的爱心还在 那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他没信主之前 当然就有很多的朋友嘛 未信主的朋友 那我们呢 我们信主 多年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否 主动屏蔽了一些 未信主的人 作为我们的朋友呢 我在 前一段时间 也是去另外一个小组 我听到两个见证 我很感触 我也讲给大家听 希望大家想一想 其中有一位姐妹讲啊 她说她信主 是因为她 医生的太太向她传福音 前面有人向她传过 但是医生的太太 那次向她传她就信了 我相信这个医生的太太 除了给这个病人传 也给别人传过 而且有拒绝的 不是没有拒绝的 甚至因着这样 影响了诊所的生意 未堂不可 那另外一个弟兄讲的 她说她信主 是她的客户 向她来传讲福音 她说她刚开始 没办法 硬着头皮听 后来神感动她 她就信主了 我也相信这样的人 她也曾经向其他的客户 传过福音 可能甚至 当然有拒绝的嘛 甚至因着影响生意的 有没有 也有 那请问 在他们看来 即使丢了客户 即使是丢了病人 值得 他们为了福音 把每个 未信主的人 都当作朋友了 我们有没有 屏蔽掉我们的 未信主的人 作为我们朋友呢 我们是不是 现在数一数 都是 只有基督徒 做我们的朋友呢 弟兄姐妹 福音要求我们 去使万民 做主的门徒 不是等在这地方 不是等在 安稳的空调房里面 自眼光向外 像那些 不认识福音的人 包括 刚新族的人 各种各样的人 那是神 带到我们中间的 我们要为福音 受点苦 要甘心受苦 让我们去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 在这感恩的季节 我们要感谢的 就是 你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 恩典 是主耶稣 成就的恩典 我们要感谢的是 你的创造 天父 你是恩典的源头 你是爱的源头 主啊 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能够相信你 主啊 我们求你 也私人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 在为你受苦上有份 求你帮助我们 看清我们自己的状况 求你更新我们 让我们靠你 站立的稳 同为福音 兴旺福音努力 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